中共中纪委将有大动作,盯上了这个关键领域组图,看中国记者文龙综合报道,金融被公认是经济的血液是最关键的一个领域,但是中国的金融系统风险高起,甚至腐败案件频发官媒报道,趁中纪委将有反腐大动作设食五家中管金融企业,金融系统对一个国家而言其安全关系,这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液,而且这些年来,随着全球金融业的飞速发展,大量资金跨行业,跨市场,跨国境迅速流动金融业,对异国乃至全球经济影响的力度,传导的速度都更大当今世界大的经济波动,往往由金融问题引发。 中国官媒北京青年报旗下媒体11月3日报道,趁中央纪委书记赵乐际出席了一个部署会,深化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派驻机构改革动员部署会,此前主要是对中央和国家机关派驻了纪检监察机构。 但中管金融企业的纪检组,纪委是内设机构,而非派驻管理如此一来,向中管金融企业派驻纪检监察组,意味着是一个重大调整。 按照赵乐际的说法,除了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这十几家中管金融企业将要备案上探头,纪检监察报,提到派驻机构,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要任务是监督驻在部门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和私局及干部15家中管金融企业名单,图片来源共产党员网。 中管金融企业只正值领导隶属中共中央管理的国有或者国有控股金融企业。 中管金融企业包括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 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中国太平保险集团公司,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此前中央巡视足几次反馈的情况,表明金融企业存在的问题不少例如,中投公司存在公款打高尔夫球不收手,不支持公款出国,净旅游旅进不止,营销领域费用失控,违法问题频发,利益输送问题严重。 中国工商银行,尽兴繁殖比较突出一些单位领导违规提拔调整干部,一些基层机构存在以待谋私问题,一些部门和分支机构,利用创新型业务谋取私利,等国家开发银行存在铺张浪费,享乐声明问题,突出办公用房严重超标,在多地建高档豪华宾馆闲置浪费严重,存在因人涉港,带并提拔信贷, 采购,工程建设等重点领域,存在连接风险和道德风险,等随后中管金融企业一批官员见次被调查,2013年12月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原副总经理,戴春宁因涉嫌严重违法,被立案调查,2016年6月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原监事长姚忠民,没能安度余下的退休生活,被立案审查。 2017年2月,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副董事长,总裁王银城涉嫌严重违纪被立案审查,有分析指金融反腐一开始,好像是乱象频出, 其实金融业早就是这样了靠着金融为所欲为资金杠杆相当高,很多都是虚假繁荣越查下去,恐怕就越会触目惊心多个迹象表明,中国金融业正成为北京当局金融反腐的重点。 1月30日中纪委官网刊发文章,称中国金融领域监管猫鼠一家出现大量无罩驾驶,以及众多非法集资等金融乱象。 中国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首席经济学家万哲认为,北京当局面对的是十多年积累的顽疾,并且分成三个阶段,来解决金融领域的问题。 第一阶段通过反腐败推进监管,第二阶段引导舆论抛出打妖警,之类的言论试探市场的反应。 第三阶段就是耐心地查办各类案件中国金融系统,近年来一直是北京当局关注的重点。 习近平主政后金融政变,金融老虎之说,不绝于耳,因为金融业的腐败,不只扰乱了市场秩序也扰乱了民心,扰乱了习近平的政治布局。 除了金融领域内的多名企业高管相继落马,近年中国金融监管部门官员落,马者包括原保监会原主席向俊波,证监会原副主席姚刚,证监会原主席助理张玉军, 林监会原主席助理杨家台等金融系贪官腐败情节惊人。 原保监会主席向俊波长期在金融体系工作,曾任审计署副审计长,中国农业银行行长,董事长, 2011年10月任保监会主席于2017年4月9日被审查,4月16日被提起公诉, 向俊波6月14日被指控受贿1942万余元人民币当庭任罪法庭趁江泽西宣判,向俊波被指个性专横毒霸, 作风迷烂,生活奢尼在金融界甚为出名,有海外媒体消息,透露向俊波好色诚信, 而且喜欢有夫之妇审计署,央行,农业银行,保监会漂亮的有夫之妇, 均和他有过不正当关系,据查时共计123人,另外由中国财政部和中国人寿保险公司, 共同组建的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其前董事长赖孝民 今年4月因严重贪腐而落马,当局曾在赖小明家搜出2.7亿元人民币近三吨, 打破了贪官私藏金额记录,陆媒报道赖小明案情令人瞠目结舌, 不但被现场搜出近三吨现金其老母亲账上被发现, 还有3亿存款拒报华融内部卖官, 全规则是买官者,逢年过节以各种方式孝敬, 赖母赖小明还被曝有一百多套房,一百多个关系人, 一百多位情人其中几十位来自华融内部此外善, 智也不乏家喻户晓的女明星, 中国官媒10月20日, 证实赖在香港确实有情妇, 而且一次就敢收受上亿元人民币贿赂。 请不吝点赞,订阅上转发生小明 ao Dziękuję, 感谢观看